在老挝做什么生意比较赚钱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山 有很多朋友们问我 在老挝做什么生意比较赚钱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告诉他 我说你问错人了 因为我没做过生意 而且我也不会做生意 因为我在老挝待了一段时间 就是很多没去过老挝的人 经常问我 其实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 做什么生意赚钱 我假如知道的话 那我肯定不打工了 我肯定能赚钱了 我虽然不知道 做什么生意比较赚钱 但我知道 做什么生意比较赚钱 我是讲在老挝啊 做什么生意比较赚钱啊 因为我在老挝待了大概半年 看到很多很多店倒闭啊 其中倒闭最多的就是 中国饭店 中国饭店 因为 在老挝各个城市啊 每个省会城市啊 像在这个首都啊 万象 还朗巴拉邦啊 万荣啊 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啊 都有很多很多中国饭店 包括一些小县城 一些那些 人很少的小县城 也有中国饭店 可以说这个中国饭店 在老挝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你甚至都找不到老挝饭店 但是可以找到中国饭店 就这么多 所以说 嗯 在老挝 中国饭店非常多 然后倒闭的也非常多 我遇到了很多 很多就是老板 他在之前在老挝开饭店 他就说 他说这个 他倒闭了 遇到了大概三个 三个 倒闭就是兑出去了 他说不赚钱 其实他不说我也感觉生意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在老挝的中国饭店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老挝的中国人虽然很多 但也不至于像中国那么多啊 所以说 一般在老挝